今天上午天气不错 不过气温要开始溜滑梯了 全台气温明显降低 我们可以看到北部 今天晚上可能会下探到13 12度 那么中部以北地区 一路会这样子冷到周六 尤其像中南部 低温也只有15度 所以对中南部的朋友来说 应该是蛮有感的 那么另外我们也为您整理了 包括像是台风尼雅图 现在已经深沉 但是因为离台湾还蛮远的 所以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把握好天气 台北龙山寺附近 出现不少出门散步的民众 气温不冷不热相当宜人 但要享受这样的天气形态 可得把握时间 因为接下来全台将会急速冷冻 由于大陆暖气传南下 周二下半天开始全台变天 北部15到20度 中部16到25度 南部18到28度 东部14到26度 全台有雨而且会越晚越冷 接下来周三气温开始下降 北部低温15度 中部14度 南部东部低温16度 周四周五全台低温各式下探12度 这样的天气形态将会持续到周末 另外早上在关岛西南方海面 今年第21号台风宁雅图生成 对台湾会不会造成影响 那当然要看它距离多近 它越近的话可能会加强 但目前我们看起来是往西北 再往偏北的方向移动 所以我们说主要的影响 还是北方的冷气团的影响 强调目前影响台湾最明显的 还是北方风灭和大陆冷气团 气温奏降还伴随教育 也提醒您本周外出留意保暖 华尔区王山洋志台北报道